现在是2021年9月11号礼拜六 最近超强台风 颤都刷屏了 因为它有18级 而且路径也变化了几次 那我们看一下历史上 路线最复杂的台风有哪些 1991年19号台风 纳德就是一个路径非常复杂的台风 它的路径飘忽不定 包括了四次大转弯 两次增强 并在17天内两次登陆 它的生命历程是 1991年西太平洋 热带气旋中最长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路径 弯来弯去弯来弯去的 如果有谁能把这个路径 完整地预报准确的话 那我可以奖励它1亿美元 最终它在江西省境内消失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遍它的路径图 1986年16号台风维恩 走起路来像一条贪吃蛇 能把你绕进去 看它这个路线 弯来弯去 弯来弯去 眼睛都看花了 然后最后它消失在越南老窝附近 那我们再看一遍吧 这简直是在玩 贪吃蛇游戏啊 太搞笑了 这个路线 所以能预测得出来 2001年太平洋 台风气中一个路径奇特的热带气旋 它四度增强及减弱 并三度及转弯 吹熄冲绳岛 路径异常 并乘于冲绳岛 以西及台湾岛等地 几乎原地停留不动 在台湾与台风韦德纳德 被并称为青台三大怪台